追尋月球的秘密是各國科學家的夢想 而最近印度的月球探測車 在月球南極的表面上 發現一系列令人震撼的元素 當中印度發現硫這個元素 很可能是太空人未來在月球上工作和生活 能夠使用的重要礦物 但是不要以為是近代才有人類登上月球 唐朝一千多年前有本奇書 早就記載月球是一顆球體 不是一個盤子 怎麼可能會比茄莉瑞還要領先 好 我問近平哥我們都知道 這個追尋月球的秘密 包含了這個列強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過去大家都常聽到去月球做研究 現在連印度也到月球去做研究 而且它的這個進步神速 讓大家難以想像 是 明君 最近因為印度成功登月之後 又掀起一股探月熱 尤其是太空熱 這一波太空熱以及探月熱 讓大家注意到月球上有一些 神秘的面紗逐漸地被揭開 比如說印度在登月探測車 它使用了一項最新的技術 就是LIBS的先進技術 這個技術它可以在地球日14天之內 它讓這個月球3號 就是印度的這個登月探測器的太空船 登入這個月球之後 它可以現場直接測量月球表面的成分 那直接在月球上他們就探測到了說 這個土壤 這個岩石 他把它做一個現場分析質化研究 發現竟然是硫跟鋁 好 我就講硫好了 好 硫在地質上來說 它是一個火山活動的一個指標 比如說地球上有很多地方有火火山 休眠火山 死火山 所以就會有硫 對 有硫磺的硫 那不意外地球是一直在活動的地球 可是月球是30多億年來 被天文學家跟太空研究學家 他們一直認為是一個死極的冷的星球 就是一個很寧靜的精球 那既然很寧靜 根本沒有火山活動 那怎麼會有硫 怎麼會有硫呢 好 再加上英國的行星科學教授 拉加爾他有提到說 硫通常跟鐵跟鋁 它們重要的金屬結合 而且它們是太空人 它們未來在月球上生活使用 它們工作相當重要的一個礦物 那現在有了這個發現 流 那加上月球上本來 科學家就認為說 月球上應該有存在 像地球上也有水 比如說地球上有超過10億立方公尺的水 一點都不稀奇 但是你要從地球運水到 這個怪太空 運水到這個月球成本也很高 又危險 那如果月球發現了水 他們發現了說 月球上應該有6000億公斤的水冰 不管是你看在月球的四大資源 水 氫氣 氧氣 氦山還有稀土金屬 跟我剛剛講的水 在南極 北極都有 這些也是月球最寶貴的資源之一 尤其是水冰 大概分布在月球的南極 還有月球的這個北極的運石坑當中 那你要想想看 水加上流 水又可以拆解成氫跟氧 對 氫跟氧還有這個加上流 它可以做為什麼 太空火箭推進劑的一個燃料 推進劑 加上我剛剛講的氦山 氦山據說是一個捷徑的能源 未來可以取代核能 它可以用來跟核能發電 核能能夠做到的事情 它跟核能一樣是屬於同一種同位數 那可是它更捷徑 更沒有什麼污染 所以氦山也讓地球很多專家 很多人 很多國家垂涎三死 對 都想要得到 還有月球的某些部分 包括寧靜癌或風暴羊這一帶 他們在表面物質當中 氦山的濃度是11分之20 裡面甚至還有稀土金屬跟其他礦產 稀土金屬就不用我說了 現在做到很多的手機對不對 電動車 所有的3C產品都要用到 都要用到稀土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覺得 哇 月球有那麼多東西 但是你要能夠想辦法去挖 有設備 那其中我要跟大家講 人類現在對月球到底 所知好像懵懵懂懂 像我剛剛講 知道的是好像感覺很多 但又不夠 我就跟大家講 1300年前 大概在西元800到900年間的這個唐代 有一本這個小說叫做《西洋雜族》 當時它裡面的內容 它是一篇這個文言文 大概是講說 它有一段故事說 有一個人 他跟他的表弟到松山去玩 碰到了一個老人家 他一直在睡主覺 然後可是他跟他表弟那兩個表兄弟迷路了 結果那個老人家說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正確的走架 是他不會迷路 老人家後來被叫了兩三次才醒了 就跟他說 哎呀 我不是你們這邊的人 我跟你們講 你們看那個月亮 看起來圓圓的 其實月亮不是像我們肉眼所看到圓圓 因為我們看是一個扁平的圓形 平面的圓盤 如果是滿月的話 對 他就跟那兩個表兄弟說 月亮其實是一個球體 圓形的 然後又說 它有一些凹凸的表面 凸凸的表面 它其實是太陽光照到它 它才能夠再反射到地球 所以特別亮 然後月球上面還有住有這個 八萬兩千戶的這個居民 所以他是從月球來的 他是這樣講 因為他是一個很奇怪的怪奇小說故事 他就說月球上有32萬多人 以唐代是一戶四個人計算 大概八萬兩千就是三十二萬八千人 那這樣的一個講下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小說裡面有四個疑點 這四個疑點有幾個 跟大家現在所說的這個 現代的知識蠻相近 第一個 他說他有提到月球有七種寶物 這個結合而成 那我就講他講的寶物 可能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礦物 可是現在這個沒有辦法不夠證實 我剛剛只講了七八種 好像有其他的礦物 但是據說可能還有很多 那第二個就跟我們人類 現在目前現代所知幾乎相同 月球是球形的 不是平面的大圓盤 在八百四十一年 西元八百四十一年的唐朝 他這個就算作家寫了這個 老翁講的話他怎麼知道 然後月球表面他說是凹凸不平 然後凸的地方特別亮 是可以反射到太陽的光 而且還說是因為反射太陽光的緣故 連這物理原理他都知道 現代的知識才知道 古時候西元八百四十一年 他們有派太空人登上月球 他怎麼知道 然後最後地球上有 這個月球上有八萬兩千戶人 正在修理凹凸不平的地方 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誰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 還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文明在那邊 但不管怎麼樣 小說中對月球形體 發光原理的描述 跟現在的這個所知的原理 實際印證了解的月球 真的非常相似 好 那第四點我很好奇 因為他說月球上有八萬兩千戶人家 在修理凹凸不平的地方 在修理代表說 難道月球不是一個天然形成的 是人工的嗎 這也是很多科學家 包括俄羅斯 中國還有美國 都一直在研究的這個問題 包括月球 我先跟大家簡單科普一下 月球離地球平均距離 大概是三十八萬公里 但是太陽離地球的平均距離 是一億五千萬公里 你知道嗎 太陽到地球的距離 剛好是月球到地球距離的 三百九十五倍 然後再來 太陽的這個直徑是一百三十八萬公里 月球的直徑是三千四百多公里 太陽的直徑剛好是月球的直徑 三百九十五倍大 都是三九五 對 都是三九五倍 大家都覺得這麼巧 這個數字怎麼剛剛好 這麼巧合 所以我們人類在地球上 看到了這個月亮 還有跟太陽 有時候那個形狀 你肉眼一看 是覺得感覺好像就像一個圓筆一樣大 月球不會比太陽小多少 因為看到我們肉眼是差不多 其實太陽比月球大很多 但是就是我剛講的 那三百九十五倍 讓你的肉眼看起來就是這樣 而且月球它以每個小時 16.56公里的速度在自轉 同時它也繞著地球在公轉 所以它自轉一周的時間 剛好跟它公轉一周的時間相同 同樣是27.3天 所以你會看到 月球永遠人在看月亮 從地球上看月亮的時候 就跟它同一面而已 只看到它同一面 它永遠有同一面向著地球 它背面永遠看不到 那所以才會有科學家質疑說 好像是精密計算出來的 對 會不會這是故意的 是不是有人把月球 月球是人工製造的嗎 難道月球不是自然形成了一個天體 而是由外星文明建造了一個 太空的一個太空船 那個外星文明 搞不好是我們人類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之前也有一部好萊塢電影 馬修麥卡朗也有那個月亮 月球殞落嘛 對 所以大家看得會很吃驚說 哇 原來這是真的嗎 好 我再提出來 科學界一直以來有大概 形容月球是空心的大概幾個證據 第一個呢 包括月球月震波 我們地球有震波 地震的震波 月球同樣也有 1969年11月10號的時候 當時阿波羅12號用這個燈月艙 它去撞緊的那個月球 就發生了55分鐘以上的這個月震波 如果月球跟地球的一樣 內部它的結構是實心的話 地球的震波再碰到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這個燈月艙 外在的物體撞擊的話 它的震波大概一分鐘就結束 對 可是它的這個震波完完全全 竟然可以傳遞55分鐘 快要一個小時耶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表示內部是空的 要不然你怎麼可以傳遞那麼久 1972年的時候 5月13號 當時有一顆能量相當於200噸TNT的 這個黃色炸藥的隕石 撞擊了這個月球 月球的表面 隕石引起了這個震動 傳到了這個月球內部之後 竟然突如其來的消失了 第二個 月球的密度跟質量就非常的奇怪 比如說地球岩石的這個密度 應該是2.8克立方釐米 而月球的岩石密度 則達到大概3.4克立方釐米 可是呢 月球的整體密度 應該要比地球大才對 沒想到月球的平均密度 是只有3.33 地球5.5 它還比地球低耶 所以從當時這個 阿波羅系列太空船 他們太空輪帶回去研究之後 科學家就覺得說 怎麼月球的密度質量這麼奇怪 那月球的引力呢 它竟然比地球還輕 對不對 月球的引力 在地球的引力只有六分之一 也就是說我們能這樣子 跳一下 你在地 我這樣子跳 你都在跳幾十公里 因為我們有地心引力 對 我不是那種打籃球 運動員可能跳得更高 可是如果這些運動員 到了這個月球 他要去灌籃 那跳一下 他可能會跳得很高 兩三層了 所以這個科學家就認為 是因為月球的重心 它空虛所導致的 所以不只是因為地心引力 跟月球的空心有這個差別 所以科學家就認為說 那月球根本就中空的嘛 還有月球是沒有磁場 我們一般會講說 每一個星球幾乎都有磁場 比如說這個地球的磁場 是0.35到0.74之間 可是月球的這個表面 和它的這個上面 幾乎沒有磁場 尤其是你在那邊 它的這個 你說要到這個 測地球的這個 測月球的這個磁場 根本找不到 找不到數值 它找不到數值 對 所以他們就講說 如果像地球一樣是磁星的話 它一定會有磁場 會有引力 會有其他影響 我們所有的這個電子儀器 可是月球根本沒辦法 還有一個月球的外殼 月球也常常會碰到那個隕石 像隕石會撞地球 也會撞一個月球 對 就凹凸凸凸的 對 凹凸凸凸 會流星這樣 那你看到這些凹凸凸的大小的 這個就是它的隕石坑 你要知道月球有一個很大 表面最深的嘉嘉陵坑 嘉嘉陵坑的這個直徑 大概直徑就六百 將近兩百六十五公里 可是它的深度只有四點八公里 這非常的淺 淺層的 而且這個直徑這麼大 然後它的這個平均的深度 大概都是四點八 最深的也就是六公里 撞不進去 感覺好像有一個 堅毅的外殼 或者是月球的那個 它的殼是非常的硬 好像撞進去的時候 它有一個保護 所以只能撞到底多四點八 或六公里之間 根本就撞不下去 一般星球不一樣 對 還有月球存有這個 稀有的金屬元素 在月球隕石坑的熔原 大量的這個稀有金屬元素 剛剛我講了什麼 個態鋁 氧 還有這個猛系 那這些東西科學家估計 這些特質就是它堅硬 而且抗高溫 耐高溫 然後你想想看 我剛剛不是講過 月球已經是三十一年 沒有這樣的一個 什麼火山活動的這個情況 你要耐高溫 你又抗這個堅硬的話 那這些金屬元素 至少要三千度以上的高溫 難道是某些文明還是